給大家知道 聽到那個 我們那個天然時尊有慈悲 請我們要細節就要真面慶座 但是在真面慶座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良眼和強的時候 會有那個清光 那個善那間就會好像說不到疫苗 他自己的那個本性 要呼吸電話就會有一個領頭 請問就是要保持下去還是 所以他自己休息 好 請坐 這個可能各位努力修的時候 那個我們這個一手玄關 都會有這種現象出現 那各位就是要了解 因為我們已經這個 接受寧寺一指點 那個玄關已經打開了 所以只要我們努力的 讓我們那個佛性的進出 都從門 以前沒有求道 是走到旁門 都是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然後你完宮跟肚臍 那個是走到旁門 然後玄關是正門 然後我們盡量出路都從正門 這樣就很正確 那會顯現那個光給我們看 那是給我們信心 就是你走的路正確 不要住向 不要說要不要保持他 不要住向 不要管他 不要在意他 那不只是一個門 像我們每天出路都要有門 對不對 那我們有沒有去 對著門一直看 要注意著他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就很自由自在的進出 那個門就好了 不用住 不要住向 不要管他說 要他這個呈現多久 不要 自向以後會有病 那個就不好了